2021年11月 也就是下半年了 我想大家跟我一样 都特别期待这个疫情早点过去 大家看这是一张100港币 这是2019年的时候 6月3号离开之后就再没去过了 很怀念老跑香港那些时光 现在有疫情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动了 但是我们说疫情迟早也是要结束 虽然说现在奥密克隆刚刚有一个冲击波 似乎要产生了 至少日本现在已经处在一个封国的状态 但是我们房市要提前往前张 我们预判一下未来五年的时光 疫情潜在结束之后 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那我先说一个结论 先把后面的浓缩 先说一个结果 就是我估计美国跟中国 可能在很大程度上 特别是美国会被迫 拿出自己很多这上百年涨的家底 跟战略资源跟中国合作 合作什么呢 一带一路 或者美国的方案叫B3W 这个就是什么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那这个方案跟我们中国一带一路是 他提出来就是跟我们竞争的 那这里可能会有合作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美国在2019年 就是我们说这个疫情之前的那段时间 好日子到达了顶峰 那之后十数年生活都会不断的 生活水平要不断的下降 在面临不断增加的国内压力的时候 很有可能最后被迫 就会增加跟中国的合作 在这我们先把结论说了 很多朋友嫌我节目时间长的 那我们先有时间的 我们就接着直接往后面聊 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奥密克伦的情况 我们说日本已经疯了 到底最后冲击有多大 我们不得知 但是总的来讲 我们最后还是会慢慢的去 跟病毒找到更好的相处空间 至少我们现在没有像一年多以前 全世界没有那么恐慌 当时美股多次垄断 这个一开盘就垄断 然后现在我们有疫苗 然后物资储备各方面应对疫情 都更加有经验的多 虽然说有很多的新的变异 还会造成很大的麻烦 好那这里的话就很多猜测的方向 就是疫情如果说彻底结束 或者说相对结束的比较彻底 那各个国家的力量情况 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那我自己个人的判断 就是刚才说到这个问题 美国实际上就回不到以前那么强盛 现在美股还没有开始下跌 绝大多数朋友都会觉得美股有泡沫 是不是就跟我们中国房地产 在今年三四月份涨成那个样子一样 它的泡沫 美股的泡沫也是很大的 而且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今年以来涨幅是越涨越快 这个幅度也很大 那这样我们说 美国一旦紧缩的话 就会有一个两三年的一个下跌周期 在下跌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吧 不可能今天晚上就下跌 那这样算起来 起码都有三年的时间 那这三年的时光 起码跟疫情是比较重叠的 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美国的话 这未来几年日子是会比较难过 而这三年的时间 我们说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 全球科技实际上是停滞的 当然这一点的话 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当然你看我节目的话 我就告诉你我的看法 我是觉得科技是停滞的 比如我们七八年改开的时候 那美国应该说领先 我们两到三次工业革命 这个他们的计算机已经开始了 到1995年 他们提信息告诉公路 微软Windows95出来的时候 我们大概差它1.5代 就信息我们还没有 这个互联网这一块 还没有比较好的掌握 然后其他工业方向 还差它0.5代 那到现在我们觉得 我们整个跟整个西方世界比 可能只差0.5 0.5代 或者说0.5都不到 只有一些关键节点 不如它 比如说这个航空发动机的技术水平 这个我们军事军机可以 但是客机的话 那其实要求是要更高 不能出问题 那很多点 比如说光客机之类的 好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未来三年的时间 那就是我们追赶的时间 因为它自己现在就是很混乱的这种状态下面 就是连经济都难以比较好的保持 而这个科技又是在停滞的情况 就是相当于说 它不当科技 就连本身经济总量方向 都是在等我们中国这个方向 因为你看我们现在 就这次这个奥米克隆的 这个来看很多国家日本疯了 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当然我们说最近山海苏州这边都有疫情 但是的话大家都比较 比较淡定了 比较淡定 不像就是其他的国家这样这么慌 好我们再回到主线来说 那假设三年之后 美国去杠杆完成结束 那么它等我们三年 我们追了三年之后 可能有一些地方已经较多的突破了 不管是航发还好 也好这个光刻机也好 所以等到它经济再次开始扩张 加杠杆的时候 它就会发现实际上很多市场份额 都被中国给占有了 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会面对什么 像我们之前做顿购机 那很多德国的一个小镇 它做顿购机的 它就没什么生意了 就是市场就被我们占领了 像这个电视机冰箱洗衣机 就是以前把日韩的这个都给占领了 那美国市场同样也是会这种情况 一旦美国的公司不能在全球市场上面 保持以前的份额 保持以前的影响力 那么它的利润 它的生活水平肯定就会出现下降 在这种更加绝望的下降 因为别人抢了 那你就没了 那就是可能以后就一直都没了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 我们会看到实际上就是 美国的生活水平 现在已经降了两年了 你看现在它不愿意股市下跌 但是带来的这个恶果就是通货膨胀 那之后的话我们说股价如果下跌了 还会有这个很多负面方面全部表现出来 所以这种绝望的生活 如果时间过久了 我相信美国最后会被迫 把很多战略资源 包括高科技技术拿出来跟中国换 然后再次想其他的办法把蛋糕做大 然后我们再开条小岔路 就是这次疫情奥密克龙 我再简单的分析一下 就是它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受到影响 一方面是健康病毒方向影响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挣钱不容易 但是如果说病毒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中美的合作是会更加强一点 就我们前面说的这个问题 它一定是病毒越厉害 中美合作的意愿越强 所以我们如果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你觉得中国军方跟美国军方 有没有可能合作 有可能 就如果外星人入侵的话 当然有可能 俄罗斯的也会过来一起合作 那全人类面临外敌 当然这个假设是数学上的极端假设 求极限的假设 目前来看来还没有外星人入侵 所以我们说如果病毒非常狠的话 那么中美合作会加深一点 我这是想帮助大家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 也不要不用太担心 我们这个最后还是会有很多微调的 然后再回到我们说的这个中美合作上面来 那过去几年的话 川普时期的关系是最糟糕的 基本上竞争占八成 合作占两成 特斯拉算合作 在上海设了一个超级工厂 然后苹果的话 也在中国算平稳的运行了 也没有把它轰走 然后的话其他方向就吵架就很多 除了贸易经济方向 这些非常必要的之外 其他的基本上就是偏吵架很多 然后我们看现在拜登上台之后 应该说是三七开 就是吵架大概涨七成 合作实际上很多方向还是有 至少不像以前那么 就是实质性的对抗 其实拜登上台以来实质性对抗交手的并不多 我们接着聊 那也就是说从现在三七开 慢慢的我觉得最后会走向五五开 就是我对这个世界走向的判断是 只有五五开既竞争又合作的时候 中美共同去推动 比如说第四次工业革命 就计算机之后 这个移动互联网也走完了 再去推动 也许所谓的元宇宙 现在提的很多概念 也许这是中美既竞争又合作 共同的完成下面可能可以达成 但在这之前这里 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我们只能说是去尽量去搞科技发明 你不可能说去弄就一定可以搞成 但这里说我们这个过程会很痛苦 很痛苦 因为科技上不去 那中美光吵架的话 我们说了 美国他的生活水平不断的下降 其实也会影响全球 那情绪上就会影响 你看他们吃饱 那肯定是到处拦了 那肯定是我们大家都不要抢好过 对吧 都很难受 但是我们说了 除了科技之外 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让全球总财富增加 我们过去中国40年的 服务的这个贫困人口解决了 一直到温饱 然后到小康 然后到我们看现在很多的中产阶级 那实际上就是我们增加这个进入工业化的这个阶段 然后就是进入现代社会 就很多人口进入现代社会 那我们想这个欧亚大陆上 我们前面说了一句 这个就是这个重点一带一路 这个方向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这个方向的话 我们说基建可以双方在科技竞赛的同时 在这个基建方向可以一起去合作 因为我们刚才说的 现在确实不可能 美国还提议竞争方向 是不是 但是你想三年五年持续的经济下滑 人是会变的 国家也是会变的 你看美国又是天天搞什么民主选举 是不是 你底下没放吃了 而且又持枪 你看他毒品又泛滥 你看他这个最后他怎么扛 他扛不住的 最后的话 我觉得他 因为现在他有几百个军事基地 包括说在很多国家的商业人员的驻扎 包括谍报系统的这种控制 对这很多国家的经营层也非常的了解 甚至很多国家经营层家属都在美国 那这些方向的话 我们说他最后都会一点一点释放出来 跟中国进行合作 因为他上场的方向是拥有资金 比如说拥有技术 一些其他方向的技术 我们的话是有经验 技术也有 资金其实也有 但是的话 就是还是有相当大程度的互补 因为我们最缺的应该还是 就我们刚才说的 就对所在国家的这种了解 以及像这种 就是特别是这些国家 你要跟他经营层合作 做基建的这些 这种生成次的这个影响能力 那美国这个方向 他的资源肯定是最多的 就如果说能够把亚欧大陆 亚欧非大陆整片连起来的话 我想这个蛋糕还是可以做大 这个蛋糕做大了就可以保证美国的这个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至于急速的下滑 否则的话 他没有其他办法的 他不可能只天天就想着从我们中国身上挖脸漏过去过去吗 这不可能我们就一直这么养着他 是不是 那只有一个更好的方案 那就是把更多的人口拉进这个 拉进这个全球化 拉到这个现代生活里面来 这里我还有一个猜测就是美国不可能真正的深度的去帮台湾做什么事情 因为美国真正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供应链如果彻底断裂 就最近这几个月美国的通胀情况应该说让美国的社会 特别是美国的管理者 美国的精英层深刻的认识到 就是这个供应链这个问题肯定是特别需要中国帮助的 不可能靠他自己能够解决 如果突然间断裂的话 美国的这个生活水平可能会倒退几十年 这都是有可能的 但我们这里说这个基建方案一带一路这些东西感觉上比较抽象 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未来五年十年的时间里面 疫情慢慢结束 慢慢结束之后 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个星球上面不再容易有二死人的情况 就是这个联合国联合国联合组织说了这个 还有四千万人出现二死的这种情况 还有比如说像印度 他的人均国民所得只有两千美金 我想这个可能会较大幅度的提高 还有很多非洲国家 甚至我们说只有一千美金不到 四五百美金 非洲有好多国家是穷到这种程度 这个的话实际上他没有真正进入人类 人类现代的文明 或者说它其实仅比很多动物没高几个阶层 没高多少 那就是还不能算完整的这种现代人 我们说起码的通水通电上网吧 这个我们说要未来五年十年我们要去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人类未来五年十年是可以确定获得的进步 而元宇宙的话我就不是那么看好 或者我们再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说如果美国在一起跟我们一起建这种基建的时候 做何事老而不是挑事 很多事情都能办成 大家看这缅甸大几千万人口就在我们的云南边上 然后我们看这是印度是孟加拉国 孟加拉国小几亿人口 一亿多两亿的人口 印度十几亿 这个要赶上我们了 这里实际上我们有边境 对吧那现在的话这个这几年都是在冲突 美国不当没有做何事老反而在背后肯定是这个硕使印度做很多事情 如果美国愿意释放很多善意 在中间牵线搭桥实际上可以大家共同改善生活水平 就不至于这样其实这里的基建弄起来的话是很快的 是吧这里这都是挨着的地方 然后我们说这一块是个生活水平迅速可以帮缅甸包括印度提高很多 当然这里的话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这要有一个大前提 就是要让美国社会包括美国精英城彻底的绝望 但我们看到现在到今天为止 我们说2019年结束的时候 进入2020年3月份美股出现暴跌 那现在也只有一年半的时间 一年半的时间 就是实际上真正西方社会还没有真正感受到痛 还没有感受到 因为原来是这种缓慢的滑坡 缓慢的滑坡 然后疫情来的时候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时间还不够长 才一年多两年的时间 要他长达三年五年的经历这种绝望之后 然后他的这个方向 我们说从28然后降到37 然后降到55开 一边竞争一边合作 科技全面竞争 但是大家的生活还是要顾上 蛋糕还是要做大 要不然美国精英城怎么安抚他的这个中低层呢 安抚不了的 我觉得只有这一个方向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视频 我刚才前段时间想到的 赶紧先做个草稿 所以这不是一个结论 结果 这是一个我做的草稿 未来对于未来五年十年的这个设想 或者我们再说近一点 这次奥密克隆如果对西方的冲击 可以达到去年三四月份的三分之一的话 那不是我们期望这样 假如我们说做这个猜测 或者再加上一个美股暴跌 持续一段时间的这个痛苦之后 我想就应该 美国应该差不多就会真正的 就会释放更多的这个商议 去撮合中国跟其他地区国家的这个关系 而不是在背后这个使坏 然后我们再看 假如我这一些猜测都成真的话 那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变化 比如我们说我们中国一些城市哪里被上了 广深是吧 都是在沿海 北京离海也蛮近天津在这里 那未来的话我们说那很明显 那么重心可能如果说这边启动的话 我们就不说遥远的这个欧洲 就光这一块南亚地区跟东南亚地区 就这个云南四川贵州 特别是四川云南这个方向 就会迎来大发展 所以我们说城市的崛起地区的变化 实际上有很深厚的国际国内环境 未必我们说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牛就能够一直牛 当然我们说要掉下来也不会那么快 但是如果真的像我们刚才这么说的话 中印如果有合作 中缅如果有合作 中越如果说合作多的多 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个四川跟云南不会是今天这样 还会防龙的多的多 那会快速的这个往上赶 好的那我们这集内容 这个就是展望的有点远 有很多节目后面我以后都要仿佛的说一下 有一些是对近期的判断 有一些是很远很远的判断 好的我们这集差不多就聊到这里 我们再看一下 这以前的生活我估计是再回不去了 我们只能去期待去设想一种新的生活 往好的方面想 大家往好的方面想就没有这个可能有那个 对不对 如果疫情强了可能中美合作就多了 大家日子都不好过了 没必要干嘛跟自己过不去 跟大家都一起都过不去 没必要狼狙鸭踩谁 是不是 那有办法的话还是有些地方还是可以合作 所以我们说不管怎么样明年还是会来 这个与其期待不好还不如期待好 是不是 好的那我们这集内容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